观众朋友国庆节快乐 欢迎收看城市方圆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首先送上我们最真挚的祝福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祝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今天走进我们节目中的是几位外国朋友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却在中国从事着同样的工作 他们就是张家岗外国语学校的外籍教师们 来自美国的Candice 和来自法国的Fablish 两人都是一个月前来到张家岗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 令他们高兴的是 刚到张家岗就赶上了我们的传统节日 中秋和国庆节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他们 这位身材娇小的美国女孩叫Candice 来中国前曾在美国一所公立小学当教师 Candice从小就喜欢中国文化 特别是中国的诗词让她很着迷 虽然来张家岗才一个多月 但她已和这里的学生成为了好朋友 同学们都非常喜欢上她的课 非常喜欢这里的人 因为他们都很安静很友好 然后这里的小孩子也非常好 他现在要教19个班级 那这里每个班的学生都非常好 每次都会送小礼物给他 送卡片啊然后送小东西 还会想她要QQ号 想跟她往上聊天 特别好 在Candice的宿舍里 我们看到了一面鲜艳的中国国旗挂在墙上 Candice说在美国的时候 她就喜欢把很多中国的海报贴在自己的房间里 想要把这个国旗带回到国内去 带回到美国去 然后让美国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 这次来中国是Candice第一次远行 也是她第一次离开妈妈 每当想家的时候 Candice就会看看这些老照片 这边一张大的是她的第一届学生 在美国公立学校第一届学生 所以她一直都留着 而且她跟他们一直都保持联系 像那边呢是家庭照片 那张抱着小孩子的是她的妈妈 然后那个小孩子就是她 是老照片 还有旁边那一张也是家庭照片 Candice告诉我们 现在她已经适应了在张家岗的生活 而且每天过得都非常充实 特别是马上就要过国庆节了 Candice显得格外开心 情不自禁地和我们聊起了 美国是怎样欢度国庆的 到独立日那天 他们都会在家里的后院那里 摆上烧烤的东西 然后会烧烤一些鸡肉啊 香肠 拿一些汉堡包来吃 然后同时也会放烟火 现在Candice只会说些简单的汉语 平常只要一有时间 她就会和住在隔壁的美国女孩里 一起学习汉语 姑娘 姑娘 You Girl The girl Girl Yes Yes 姑娘 Yes 姑娘 How do we know this? Loush Loush Yes Loush Yeah Loush Loush Pah Pah Yes Pah Yes 九 九 九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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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们学习了 这天学校开云冬会 Candice和Lee约好了 一起去为他们的学生加油 平时Candice和Lee经常一起结伴逛街聚餐打球 相同的兴趣让两个女孩成为了朋友 这家小饭店是两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点的什么菜啊 吃的辣 辣椭菜 对不对 对 辣椭菜 辣椭菜 油香肉食 对 香菇 青菜 What about you? What is your favorite Chinese food? I like 红烧 and 鱼香肉食 红烧的菜 红烧的菜以及鱼香肉丝 Lee呢? What about you? Same Same 都行啊 一样的 Gong Bao GD Gong Bao GD Gong Bao GD Candice 第一节课我帮她安排调理 Candice说前几天为了庆祝自己 23岁生日 学校里的一些外籍老师特意赶到上海 给她开了一个隆重的生日聚会 她非常感动 虽然她们都是出到张家岗 但她们并没有感到孤单 她们每个人都非常珍惜这段在中国的经历 这位弹钢琴的小伙子叫Fabrice来自法国 和Candice一样她也是第一次来中国 与Candice不同的是她在法国的时候就自学了汉语 你能写多少汉字了 我认识四千一点点四千汉字 但是我不可以写四千 Fabrice告诉我们她的梦想是在法国当一名中文老师 为此她一直在努力着 为了向我们展示她的识识和阅读能力 Fabrice让我们在她的中文书籍里随意挑选了一段 为什么梅花路的气息经常改变 梅花路生活于山林边缘和山地草原地区 而不在茅密的森林和棺木中 虽然来张家港一个多月了 但Fabrice每天都很忙碌 除了教书之外她还要学习汉语 空闲时喜爱运动的她就和同伴Steven一起打会乒乓球 听说国庆节可以放假七天 Fabrice非常兴奋 她的国庆节是在7月14号 然后7月份正好是欧洲的公众假期 很多人都在度假 所以他们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不是很特别的来放假 只是庆祝一天 我们拍摄的当天正好赶上中秋节 Candice和Fabrice听说中秋节要吃月饼 就特意邀请了其他几位外籍老师一起来品尝月饼 好吃 大家聚在一起开心地说笑着 此时此刻虽然深处异国他乡 但是他们却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我们没有在中国有但是我们没有 这个moon cake我们没有 moon cake这个没有 觉得好吃吗 可以啊好吃 这是一群为了梦想而一直在努力的人们 因为喜爱中国他们聚在了一起 这是一群富有朝气和活力的年轻朋友 他们的到来同样令我们兴奋和激动 我爱你中国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真诚的祝福 尽管一年之后他们都将离开中国 回到自己的国家 但相信在张家港的这段日子会令他们永远难忘 在这呢我们也祝愿他们在张家港工作顺利 生活开心快乐 好感谢关注城市方圆 再见 好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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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comments 好的 τον 你们